哈囉,大家好,我是Niko 我這次要開箱分享的是鞋子 因為我其實我的腳非常挑鞋子穿 因為我的腳後跟很容易就被鞋子給磨破皮了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就是跟我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非常的一定要挑鞋子穿 不管你專櫃的鞋子還是一樣都是會磨破皮 那他們家的鞋子呢 我會特別去挑這種 腳後跟是那種線勾的那種 會比較好穿 而且他的腳後跟很特別的地方呢 是塑膠的沒有錯 但是他做的細節非常的精緻精美 他不是那種看起來好像就是劣質品的 他的後跟是站起來蠻穩的 還有他的指滑我覺得是還不錯 那我會建議大家購買的話 就是選擇自己基本上穿的基本的尺寸 不要特別買大或是特別買小 尤其是這種肉質的不需要特別買太大 而且他這邊啊有很多 因為我之前在淘寶上面有買類似這樣的良拖鞋 而且他這種前面這一個端啊 會把腳趾頭撐得很痛 可是他卻不會把腳趾頭撐得很痛 而且他是韓國製的 對他這邊有標 他有標示是韓國製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這雙鞋子的設計的版型 我很喜歡 尤其是他走起來非常穩 那他這雙鞋子我覺得他非常好搭配 因為他是算卡吉色嗎?還是膚色? 我覺得他搭配起來搭裙裝啊 或是褲子我覺得都還蠻好看的 如果你是穿那種比較淺色系的衣服 搭這雙涼鞋我就覺得還蠻有氣質的 那如果你是穿褲裝的話 我覺得也挺適合的 像是米色的西裝褲啊 就是盡量可以搭同色系的 我覺得就非常好看 而且他們家的鞋子是真的還蠻好走的 因為我在IG上面有PO一張照片 還蠻多的留言 就是回應說這雙鞋子很美 而且會讓你的腳顯白 因為他的顏色就是 讓你的膚色可以凸顯你的皮膚的那種亮摺度 所以我在這邊呢 就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的幾款穿搭 因為在外面沒有辦法拍 那我就是在家裡面拍穿搭 給你們大家做參考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歡他們家的鞋子 去嘗試看看 那如果你們對於鞋子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跟他們的官方的網站 或者是到他們的粉絲專頁 就是視訊他們 詢問說 你的腳是最適合哪一種尺寸的 好啦 那就在這邊 跟大家說聲 掰掰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一次的網路購物 鞋子的分享喔 掰掰 下次見